文中霞先生是中国宝岛著名人士 当年他跟随拿摩第三世夺解枪佛去成都的静慧山 途中遇到一位乞丐式人物 他是佛陀的弟子 名叫云子 他拦车拜见佛陀时 文中霞傲慢无礼 不但鄙视云子师兄 还开口骂他是烂乞丐 同时命司机快速驶离 当他们驱车近一个小时到达静慧山庄时 云子师兄早已盘腿坐于半山腰的一棵树桩上 喊道师父呀 我在这里给您老人家结架 说完立即下来倒地向佛陀跪拜 大家纷纷上前顶礼赞叹 而文中霞此时大事一惊 马上递上名片介绍自己 云子师兄接过名片 吹了口气随手一扔 名片便飘至山下 分手告别时 他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众人大惊失色 纷纷赞叹云子师兄神通广大 佛陀就此因缘教化大家要依教奉行 而此时的文中霞则是羞愧之极 这个公案说明 任何时候不可以是全自傲 情是外相小微之人 而要一正德正经来看待行人高地 否则就是骄横无知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